欢迎您收看 新闻焦点 中国是否即将对苹果的iPhone业务造成冲击 英国独立报 苹果因其在中国的商业行为受到批评 包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危害用户安全 然而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中国对该公司来说仍然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 与其他主要科技公司不同 苹果由于参与制造实体商品而继续在中国存在 阿里巴巴的杂货部门IPO因估值不佳而搁置 彭博新闻 路透社 据报道 由于消费股的弱势情绪 阿里巴巴据称暂停了其和马先生超市连锁的 潜在首次公开募股IPO计划 该公司此前曾将和马先生的估值目标定为60亿至100亿美元 但现在认为估值约为40亿美元更为可能 阿里巴巴的资本管理委员会 决定在市场更为有利之前暂停IPO 并将优先考虑其他子公司的上市 特斯拉竞争对手Polestar将推出自己的智能手机 南华早报 Polestar 瑞典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由吉利控股公司所有 计划与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星际魅族合作 在中国推出一款智能手机 这一举措 是对一家本地竞争对手的类似宣布的回应 凸显了中国竞争激烈的电动汽车市场 这款智能手机将与Polestar的操作系统集成 提供数字化连接体验并融合智能功能 这种整合被视为Polestar与特斯拉等公司竞争的一种方式 后者提供了垂直整合的平台 中国打压苹果、iPhone、助攻华为、欧商感寒蝉效应 VOA黄丽玲 中国传出政府相关部门将扩大禁用iPhone后 美商苹果、Apple股价遭重挫 市值连续两日蒸发超过2000亿美元 部分市场人士说 北京的iPhone禁令充满保护主义色彩 除报复美国的高科技制裁外 也有助攻华为新机的目的 让苹果在华营运前景再添政治风险 对此 中国欧盟商会也表达关切 称此禁令 恐让外资对在华营商信心再添一层不确定性 智慧手机大厂苹果的每股股价于9月6至7日 分跌3至5 连续两日市值蒸发高达2100亿美元 市场人士研判 这背后的导火索 就是受到中国政府相关部门 传出扩大禁用iPhone的冲击 综合美媒《华尔街日报》和彭博 9月6至7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称 中国近期已禁止政府机关雇员 在工作中使用iPhone及其他外国品牌设备 且禁令已进一步扩大 从敏感部门直接延伸到国营企业员工 中国官方虽未明文出台iPhone禁令 但少数宪民透过微博 的确发出单位将禁用iPhone的声浪 面对今年你会从iPhone转华位 得网络提问时 一位来自北京的微博宪民回复 公司禁用苹果 我想不想有用吗 另一位来自山东的宪民也说 单位马上禁用苹果了 您看我这是 我自己想不想换的事吗 但是这个政府相关部门 iPhone禁令到底适用程度多广 对iPhone销量的打击又多大 目前市场仍密切观察中 另常念 iPhone禁令鼓励用华为新机 据官方统计 中国体制内的公务员超过700万人 但若家计参攻 党群 工会复联 和事业编制等广义的财政供养人员 则超过8000万人 另外 全中国的共产党员高达9800万人 香港致意东方政卷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令常念说 若全中国敬意的共产党员 都被禁用iPhone 苹果损失的 恐是一块大饼 他直言 北京此举等于帮华为新机助攻 也报复美国对华的精元等制裁 但这样充满保护主义色彩的禁令 看在期待中国持续开放的外资眼中 无疑是出了中国官方言行不一的坏讯号 令常念告诉美国之音 对苹果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他 中国禁止公务员用苹果 iPhone就是鼓励他们用华为 因为华为受到美国的制裁 四年都没有出手机 现在已经可以出手机 Mate60就是把iPhone禁用了 那么公务员就自动要买华为 这肯定是一个保护主义 令常念说 苹果是所有在华外资中最赚钱的 也在中国投下数百亿美元投资 若未来营收欠佳 恐带动更多外资出走中国 中国欧盟商会 在华商业信心 在添不确定性 位于北京的中国欧盟商会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会长燕茨 Yens Eskelund 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 当欧商都在期待 中国以实际行动 来让他们重拾商业信心之时 此iPhone禁令 在添一层不确定性 燕茨说 美中两国紧张关系 自2016年来一再白热化后 欧商就非常担心受到波及 令人忧心的是 美中 骄恶的 关系似乎还未触底 且近期的发展 iPhone禁令 可能引发 美国 以牙还牙的暴富 负面效应 也恐扩大到更多商业层面 针对此iPhone禁令 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以不对单一公司的发展 做出回应未由 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商 iPhone禁令 冲击不大 不过一位 因议题敏感 不愿透露姓名的美籍商界人士 告诉美国之音 他看法比较乐观 他相信 苹果受到的份额冲击 应该不太 因为美国对几家中企 如华为 TikTok 都有类似的制裁 所以 这 禁令 看起来是基于对国家安全的顾虑 而非广泛的商业制裁 韦德布希证券 Wed Bush 分析师艾夫斯 Dan Ives 也看法乐观地称 市场投资人近两日 对此iPhone禁令过度反应 据 华尔街日报 引述 艾夫斯的分析称 此禁令对iPhone 应该只有低于50只的影响 他预测 未来12个月内 苹果渴望在中国 售出约4500万只iPhone 部分受到iPhone15新机的拉抬 市占率将大有斩获 根据国际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统计 国产品牌 OPPO和Vivo 是中国第二季高端手机市场的最大赢家 各分占18%的份额 苹果的iPhone则是第三大 份额达16% 仅略高于第四名荣耀的15%份额 和第五名小米的14%份额 苹果新机iPhone15发表在即 除了来自iPhone禁令的冲击 华为近一周来热卖的 新机Mate60系列 也是来势汹汹 多位位于北京的电商科技人士 在微信聊天群都大赞华为 Mate60的性能 有人说 放开竞争的话 苹果不可能是华为的对手 Mate60系列发布 至少让苹果丢收1000-1500万台 其中 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也说 苹果今年上半年 在中国的出货量是2156万台 其市场份额里 至少一半是华为的 因为苹果主要还是强在iOS系统 其他都被华为手机超越 华为突破7奈米 但技术仍落后美国10-15年 位于北京的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芳 是晶圆专家 他说 华为能突破美国限制 自主研发且全面国产化 做出7奈米手机 是很大的突破 把原本中国落后美国晶圆技术的差距 从20多年 缩短到了10-15年 不过 面对美国未来恐出台更将的制裁 华为要进一步从7奈米的技术水准 进阶到5奈米或3奈米 难度很高 李芳倒诉美国之音 从14奈米跳到7奈米 还相对容易一点 但是从7奈米 要到5奈米 3奈米 甚至据说现在台积电马上就要出2奈米的晶圆制成了 所以 这个难度 我相信是非常大的 所以 我把中国晶圆技落后的时间放到10-15年 根据 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的判断 华为星基所使用的麒麟9000S晶圆 由中芯国际制造 但不是用荷兰阿斯麦 ASML 公司最新进的集子外光 EUV 设备生产 所以需进行多次的多重曝光 他说 中芯在前台积电资深研发厂梁梦松的带领下 7奈米制成技术与产能 虽有重大突破 但中芯产能不足 若要出货4000张晶圆 恐得花上数个月 李芳也直言 华为晶圆用的是第一阶的14奈米光刻机 和较落后的技术制造出来的 和晶圆龙头大厂台积电的良率无法比肩 因此成本偏高 以现行的售价来看 硬是赔本在卖 李芳认为 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禁用iPhone 是官方被动因应美方的制裁 虽对苹果不友善 但不代表中国开放市场的步伐 或吸引外资的政策有所转变 中国制裁不对等不合理 在华外资信心恐下探 不过 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说 此iPhone禁令并非对等反制 他说 美国对华为 TikTok等禁令 是有实际的国安疑虑 且经过听证会等法定程式后 依法执行 但iPhone并无资安问题 中国一纸通知 就进行封杀 并不合理 邱达生说 中国的iPhone禁令 违背其欢迎外资的口号 将再次重挫 外资对中国的信心 邱达生告诉美国之音 我认为 iPhone以后 在中国的市占率 肯定会持续往下 中国国内生产的华为 小米那些手机 可能会冲击到iPhone市场 第二个部分就是 苹果供应链 应该会慢慢地撤出中国 这当然是会加深 这两大经济体的疑虑 还有互相报复 更进一步让大的跨国企业 对中国市场没有信心 基于中国手机市场 本来就由国产品牌主导 另一位台湾经济研究院 资深分析师邱夏芳 则认为 此波禁令的政宣意义 恐大于实质 邱夏芳告诉美国之音 在美中科技战的氛围之下 中国公务机关 原本使用的 仍是中国本土品牌 我觉得 官方宣誓的意义比较大 而不是说实际的影响销量 最重要的是 那个氛围 就是中国市场 是不是现在对于iPhone的态度 会转成比较不友善 邱夏芳说 华为以往在中国四成的市场份额 已被OPPO Vivo和iPhone分时 未来重新夺回份额的关键 将取决于Mate60的供货能力 中国经济前景不佳 需求疲软 手机市场恐持续下滑的趋势 各大手机品牌 下半年的销售压力 本来就不低 普京和金正恩之间的峰会 预计对其他人来说都是坏消息 加拿大环球邮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面 这是因为 两位领导人 都在与西方国家的对抗中升级 这次会晤的独特之处 在于金正恩预计 将带着一些东西 来向莫斯科提供帮助 包括火炮弹药 反坦克武器和飞毛腿导弹 这正是普京所需要的 俄罗斯在18个月前 进行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目前正处于被动局面 金正恩访问俄罗斯 是一个罕见的机会 他在这方面占据上风 因为朝鲜需要粮食援助 硬通货和军事技术 这可能是对普京的一次羞辱 因为他不常向长期的 客户国家寻求帮助 然而很明显 双方都急需对方的东西 这次会晤凸显了西方国家 使用经济制裁 来惩罚违反国际法的 国家的政策的意外后果 将流氓国家 推向更紧密的一起 在篮球世界杯上 美国将无缘金牌 以113比111输给了德国 多伦多星报 德国在FIBA世界杯半决赛中 以113比111击败美国 取得了他们对美国的首次胜利 安德利亚斯·奥布斯特 为德国队贡献了24分 而弗朗茨·瓦格纳则贡献了22分 这次失利意味着美国 将连续第二次无缘该锦标赛的奖牌 作为比赛中唯一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 德国将在决赛中面对塞尔维亚 加拿大将与美国争夺铜牌 美国在篮球世界杯中失利 美联社 德国在世界杯半决赛中 以113比111击败了美国 这是德国在国际篮联比赛中 首次战胜美国 德国将在世界杯决赛中 面对塞尔维亚 而美国将与加拿大争夺铜牌 美国在2019年世界杯中名列第七 今年希望获得金牌 然而 美国队在对阵德国的比赛中 防守方面遇到了困难 导致德国队在投篮命中率上 达到了58% 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 一场人工智能的战争 专家表示 这只是个开始 南华早报 美国和中国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 两国都在寻求发展自己的竞争优势 美国提出了 对美国企业在中国实体 包括某些人工智能系统上的投资的新限制 而中国则在7月份 在上海举办了年度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分析师们表示 两国应该在某些问题上合作 比如人工智能安全 以减轻风险 并分享监管的成功和失败 然而 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上升 冲突现在更有可能发生 如果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上不能合作和控制 可能会增加武装冲突的风险 中国愿意扩大与阿拉伯石油公司的合作 大使 路透社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陈维庆表示 中国愿意在各个领域扩大与沙特阿美公司的合作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发布声明称 陈大使在访问阿美总部期间发表了这些讲话 中国恒大集团将海外债务重组的决定 推迟到10月份 路透社 中国恒大集团将推迟对海外债务重组的决定 直到下个月 这一决定被推迟是为了给香港恒大集团债券持有人 更多时间来考虑公司的重组计划 原定于9月26日举行的CGA类和C类债券持有人会议 将改为10月16日和17日举行 恒大面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危机 自2021年底以来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债务违约 公司需要获得每个债务类别持有人超过75%的批准 来通过重组计划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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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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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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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